好 后面进一步来说 第四句 他进一步解释为什么 他睡眠似乎不是仅仅让身体休息 他说了 The body's tissues are self-repairing and self-restoring to a degree and function best when more or less continuously active 我们机体这个组织 这个tissue多一词 可以表示动植物的组织 也可以表示我们擦脸擦嘴 那个纸巾都是同一个词 机体组织 它是自我可以修复 并且自我可以恢复原状的 to a degree表示在某种程度上 它不能完全的 但是某种程度上 to a degree固定搭费 三语合格说 and引出并且 function best 这方式当动词来用了 就是发挥作用 best发挥作用最好 我们知道修饰动词的最高级 咱们不一定非得加定词的 如果修饰形容词最高级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一般加定词的 修饰动词 像这个方式动词 最高级不一定有加的 加不加都对 当什么呢 当几乎 这个机体是持续在活动的状态下 其实机体功能最好 在睡眠的时候 机体它也不能完全静止 在进一步解释 似乎睡眠不仅仅目的是为了 让身体休息 好 这是我们大致的这么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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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 下面看里面一些 小的细节 首先那个 self repairing和self restoring 都来自于这个self这个结构 self加一个hyphen连字符 它本身是个perfect 就是一个字头 but by yourself or by itself 表示自己或自动或自我 怎么怎么样 指人 指事物都行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a self-propelled vehicle 一个可以自我驱动的 这么一个交通工具 propelled可以表示 推动 驱动往前走 自我推动的 自我驱动的 一个交通工具 再比如说 self closing doors 自己可以关闭的一个门 你打开门之后不管 自己关了 自我关闭 自己关闭 自动关闭 a self-cleaning oven 一个可以自我 或自动清洁的 这么一个烤箱或烤炉 它自动可以清洁 我自己可以清洁自己 再比如说 a self-winding watch 一个可以自上发条的 自己上发条的一个表 就用不着每天去拧那个发条 wind的表 给表上发条 wind watch 给表上发条 所以本文中用self这个词 这个机体组织是 可以自我修补 并且自我恢复的 to a degree 表示在某种程度上 不分地 怎么怎么样 但not totally 并不是完全的 这个表达有好几个替换 我们既可以用 to a degree 也能加修術于 to a certain degree 也是某种程度上 或者我们用 to some degree 也行 to some的 也是某种程度上 在相当party 就部分的 并不是完全的 某种程度上 咱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比如说 to a degree it is possible to educate oneself 在某种程度上 自我教育 是有可能的 教育自己 是有可能的 在某种程度上 再比如说 we are all willing to support him to a certain degree 我们呢 大家都在某种程度上 愿意支持他 并不是完全支持 但是都在某种程度上 愿意支持他 部分的支持 再比如说 在第34课 在201页 第8行到第9号 34和201页的第8 到底9号 对于父母亲的失望 或者幻灭的感觉 无论父母亲 有多么的杰出 多么的称职 那么 作为父母亲 还是作为一个人来说 多么的优秀 多么的称职 对父母亲的幻灭感 某种程度上 是不可避免的 to some degree 也能说to a degree to a certain degree 都行 就部分的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degree 换成同一词 extend 搭配是完全一样的 to an ext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o some extent 也是partly 还是见过再写 听过再说 见到 老师在课上讲过了 我们生活中放学用 没有问题了 我们看例子 will to some extent remember the good times and forget the bad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某种程度上 倾向于是 记住那些美好的时刻 而忘掉那些糟糕的时刻 所以为什么 喊好鸟 他到晚上 是说很痛苦 白天又不去助潮了 那晚上痛苦时的忘了 to some degree 或者to some extent 都一样 I do agree with him to an extent 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 同意他 但不是完全同意 再比如说一个句型 I agree with you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再写 我在某种程度上 同意你 但是 我们要转转了 这是某种程度 这个可以替换 把这个机构 大家同时记住 那么某种程度上 是自我修补 自我恢复 and 并且 function 做动词 表示发挥作用 发挥功能 best 就是修饰动词 我说了修饰动词 的副词的最高级 不一定加定词的 加不加都对 这个是我们三册 第九课的一个句子 你看里面就是修饰动词了 one of things that fascinates us most about cats is the popular belief that they have nine lives 那么最令我们着迷的 事情之一 就是一个流行的观念 就是猫 有九条命 这个most 是最高级修饰这个 fascinate 这个动词 但这里面没有加的 加上的也正确 它可以去掉 也可以加上 我们再看一个句子 those who work the most often get paid the least 这两个的都可以加上 都可以去掉 第一个 这个most 修饰动词 work 最高级 工作最多的人 得到报酬 往往最少 least也是最高级 修饰那个 这个get paid 它加不加定词的 都对 所以注意 副词限定动词 如果是最高级 加不加定词的 都正确 本文中 function best 也是功能最好 还是最好 这个意思 后面时间状语从据 当几乎 它持续在活动的状态下 功能是最好的 这个more or less 不能翻译成多或者少 而是几乎差不多 more or less is adverb means almost 几乎或差不多 咱们看一下例子 a place where the ground was more or less flat 这么个地方 什么呢 地面几乎都是平平的 几乎是平的 这么个地面 这么个地方 再比如说 they settled here more or less permanently 他们住在这个地方 几乎是永远要住下去了 permanently 叫长期的永远的固定的 他几乎要永远住在这 定居在这了 再比如说 he more or less admitted he done it 他几乎已经承认 他做过这个事了 几乎差不多 相当于 fus almost 再看一下本文中的 这个第十九行 再次出现 本文中的第十九行 the first group began to show some personality disorders while the others seem more or less unaffected 那么是第一组人呢 开始会表现出一些 人格上的障碍 人格上的一些 不正常的情况 而另外一组人呢 另外的人呢 似乎看上去 几乎没有生影响 more or less and almost unaffected 几乎差不多 这是这么一个 本文中说 几乎持续在活动 这个continuously 跟continually 咱们做一个辨析 三册就讲过 如果continuously ous结尾的这个词 我们叫l1 它是表示 一刻不停的 却是持续 中间没有中断 而continually 这个词一般多强调 讨厌的事情 不愉快的事情 频繁发生 中间有中断 只是发生频率高 所以那一个是 一刻不停的 一个是讨厌的事 经常会发生的 这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你比如说 我们看一些例子 He has lived and worked in France almost continually since 1961 他说自从1961年之后 他几乎一直 都在法国那边居住和工作 中间个别可能离开 但几乎一直在那 这一刻不停的 continuously 大家看这句话 continually arguing 这个老是在争执 老是政治 政治争吵 不可能一刻不停 一晚上睡觉 得停 你不能白天总吵架 那累死了 但是频繁发生 争执不愉快的事 频繁发生 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看第三册里面 三册18克 三册的18克 这些灯一刻不停地在闪烁 好像已经失控的 封掉的这个红绿灯一样 这是一刻不停的 一秒钟不停的 但三册的57克 Everything around him was full of her presence continually reopening the wind 他说 他身边左右的每一个东西 似乎都充斥了母亲的存在 就是周围身边左右 到处是母亲的影子 这个presence可以变成存在 或似乎在场 一再地揭开旧的伤疤 continually reopening reopening非被动词 当结果状狱了 这一再地揭开旧伤疤 不可能一秒钟不停 这频繁多次的 令人不愉快的事 多次频繁发生 这个时候用这个continually 本分钟一刻不停地 用continually用的是对的